好,今天我们来说 其实获得我们所有一切想要的东西的最好的方法 其实好多小伙伴用的全是相反的方向 就是说又出力 然后又耗神 又耗神又费力 然后的这个效果呢 还不好 所以呢 其实真正的要想获得一切你想要的东西的最好的方法 不是向外求 而是向内求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前两期讲过了这个精气神 那精气神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精气神全部饱和了之后 我们所有外在的这种显化 就自然而然的全部显化出来的都是非常好的 好的景象 就是我们投射出来的全部都是正向的 因为我们能量变得非常饱和非常的正 所以一切都是正向的 那一切当我们内在的精气神饱和的时候 那同样也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处在了一个本自具足的状态 就是一切 其实一切外界的所有的东西 无论我们想到的也好 想不到的也好 我们看到的也好 看不到的也好 只要我们只要这个世界有的所有的一切 我们内在全是有的 因为所有外界的一切都是我们内在的显化 也就是说任何只要我们内在想要显化出来的 它都可以显化出来 只不过有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见到 是因为我们内在还没有意识到 要显化这个东西出来 所以说就是我们外在的所有一切物质的任何的事情 我们的小好多的小伙伴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提高自己的能力 对吧 加强自己的人脉 然后用功的学习 努力的工作 对吧 最后耗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体力 然后获得的这个东西 其实只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时的这种快感 也就是这种所谓的快乐 其实任何一切我们通过外在所求来的任何的东西 都不会给我们太长的这种美好的感受 对吧 大家想一想 你获得了通过外在的去求的任何的东西 有什么东西是给你可以带来这种非常持久的这种 这种愉悦的感觉的 对吧 其实你想求一辆这个非常非常想了非常久的一部豪车 对吧 其实当你这个车开了几天 开了最多一个月两个月 对吧 之后你也是就跟一个普通车一样 也没什么任何的 也没有刚开始的那种激情激动了 对吧 还有这个人 对吧 你追了很久很久 追到一个人 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那么回事了 对吧 自己追求了很长时间的大豪宅 对吧 住了几天也就那么回事了 所以一切所有外在的物质 以物质形式展现的任何的东西 我们求来 通过外在的努力求来的一切东西的 给我们的这种美好的感觉的时间都不会太久 为什么 因为是我们外在 我们通过我们的欲望 是因为我们外在的欲望求来的东西 而我们内在的 所谓的我们精气神 通过我们精气神饱和的 我们显化出来的所有的一切的事情 才可以给我们做到这种持久的 持续的 给我们让我们达到这种 就是处在这种持续的 愉悦的这种状态 所以任何的东西 我们记住 就是任何我们外界一切我们想要的东西 当我们想要任何东西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努力的 耗神费力的去 就是想尽一切方法的去向外求 而是这个时候 我们当我们想要一件事情 想要实现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要尽可能的让我们静下来 静下来 然后把我们之前的提升精气神的方法 全部拿出来用 然后时刻保持专注当下 对吧 然后处在这种经常静的状态 每天冥想打坐 对吧 然后专注在当下 慢慢的我们的精气神 全部饱满的 还有就是营养的摄入 这个睡眠的充足 对吧 所有这一切都具备的时候 我们自然换发出来的能量层级 就是非常高的 当我们的能量层级非常高了之后 我们外在的显化 一切就非常的好 我们遇上的人就好 就全是贵人 遇上的事就全是好事 对吧 那所有我们一切想要的事情 我们就不用再花什么力气 再耗什么精神 对吧 一切的事情它都会自然而然的发生 自然而然的来到我们的人生当中 这个自然而然的来 并不是说刷一下 就跟那个神仙 那个演的那个 那个神仙剧一样 刷一下就变出来了 不是 就是自动的我们显化出来的任何的场景 会给我们营造这种 让我们获得我们想要的一切的 这种 帮助我们赢得我们想要的一切的机遇和机会 所以当我们再出去的时候 我们遇上一个人 这个人刚好他可以提供我们想要的 实现的这个事情的各种各样的条件 对吧 这个人就出现了 还有我们遇上的事 刚好这个人他就出现了 这个世界上好多看似很巧合的事情 其实不是巧合 而是说我们刚好这个时候能量层级 能量等级比较高 所以刚好这个时候 我们又出去 这个时候刷一下 撞伤了而已 所以任何我们所有的一切 我们想要的 想显化出来的任何的事情 无论是你的伴侣也好 你的房子也好 你的事业也好 你的财富也好 你的健康也好 所有通通通通的一切 大家记住这么一点 只要我们记住这一点 你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实现 就是不要刻意的往向外求 一切向外求的东西 一是持续不了太久 第二耗时 这个耗神耗力 然后但是这个事情又达不到这个效果 可能你花了那么大的力气 对吧 精神最后只获得了这么一点的效果 但是当我们向内求的话 你可能只花了这么一点的 向内的这种精力 但是给你外在的带来的成果 确实那么大 所以这也可以用到这个2080定律 对吧 也就是说你向外求的时候 你做80%的努力 换来20%的结果 那你当你向内求的话 你花20%的力气 对吧 然后这个你得来的是 80%的效果和结果 对吧 其实你真正向内求的话 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对吧 你就是经常的专注当下 经常跳出来观察自己 就是经常的坐在那里 然后让自己静心 对吧 其实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我们好多小伙伴做不到 就是因为我们追逐这种快乐 快乐就是快速的让自己乐一乐 对吧 好多小伙伴宁愿刷刷手机 看看剧 他也不愿意让自己静下来打坐 为什么 就是因为刷手机 可以让他给他带来这种快速的快乐 快速的让他乐一下 对吧 看剧也可以让他在很短的 很快的时间之内 让他很兴奋 对吧 看到这个剧情里边 有他想要的这个剧情 然后他就非常的兴奋 对吧 但是当这个事情过了之后 他又会陷入一种 哎呀 这种失落了 对吧 因为这个东西只可以给他带来短暂的 短暂的快乐 所以叫快乐 而我们这种所谓的 一种 一直处在这种喜乐的状态 持续的永久的喜乐的状态 而就是当我们在冥想的时候 这种才能让我们 只有我们在冥想 当我们的全然的进入在当下的这个状态的时候 当我们的大脑停止运转的时候 我们才能让自己处在这种极乐的状态 但是当我们 我们要想进入这种极乐的状态 首先要我们先坐在那里 坐一阵子 但是好多小伙伴就会觉得 哎呀 坐这一阵子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 是吧 所以宁愿去刷一下手机 也不愿意让自己先在那个地方沉静一会儿 是吧 所以我们小伙伴做到的就是 只要我们想要获得这种永恒的 这种愉悦 这种极乐的这种感觉 我们就要首先让自己能够让我们静下来 沉浸在当下的这个状态 我们就可以获得这种永恒的喜乐 好了 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大家记得点赞订阅 并且点击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 之后的更新 同时在评论区收入自己的感想和心得 并把它转发给你更多 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